女娲娘娘是风神演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一般我们都认为她也是会员大落惊仙 于老子 原始天尊 童天教主 接引道人 准提道人是同一级别的顶层修仙者 虽然她出场的次数不多 但很明显她是站在禅教一方 这么说不够严谨 她是站在顺应天意的一方 从她历次出手来看 她都与妖族有关 她又召唤妖族的招妖番 由束缚妖族的妇妖所 以及降妇元红的山河设计图 风神就是从女娲娘娘召唤轩缘粉三妖开始的 咒王在女娲的诞辰3月15这一天 前往女娲行宫镜香 结果四胆包天的咒王 在看到女娲娘娘的圣像后抖起音信 竟然在女娲行宫的粉壁上 铁为一手亵渎神圣的事 当大吃一惊的商荣 劝说咒王洗掉这首诗时 只足以俱见的咒王 竟然还能自言其说 把商荣的劝解顶了回去 咒王倒是心情舒畅地回去了 商荣等大臣可是心事重重地各回各家了 既然是女娲娘娘的受担 女娲自然会回到女娲行宫 接受人间王朝的供奉 本来心情还算愉快的女娲娘娘 看到了咒王留下的诗句时 顿时不然大怒 她可是圣人 咒王难道大脑短路了 竟敢来调戏她 真是老兽性上吊找死呀 她立刻前往朝各城 想给咒王来个现实报 可是阴娇 阴红的神江气韵之主提醒了她 咒王还有28年气韵呢 现在可不能出手 否则会遭到反噬的 憋了一肚子气的女娲娘娘 不甘心就这样干等咒王倒霉 于是她想顺水推舟一把 为承汤江山的覆灭添加一把小火 这时 她的知名法宝招妖番出马了 群妖聚倒后 女娲娘娘只留下了轩缘粉三药 其他的妖怪都被解散了 这里我们发现 招妖番的作用就是把妖怪集合起来 相当于发出集合信号 妖怪收到信号 就会前来女娲行宫集合 听后吩咐 说到这里 我们就会发现 使用招妖番存在着问题 招妖番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群发 不能单发 也就是说 不管女娲娘娘想召集哪个妖怪 只能把消息发给所有的妖怪 等这些妖怪集合后 女娲娘娘再把她想见的妖怪留下 其他妖怪解散 这就太不方便了 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 其实轩缘粉三妖就住在朝歌城南 离女娲行宫没多远 真的没必要把所有妖怪都叫来 再让她们回去 只需要通知轩缘粉三妖就行了 也许招妖番可以只给某几个妖怪发信号 只是为了显示女娲娘娘的高贵身份 才把群妖都叫来 让她们不敢懈怠 但是否是这样就不好说了 我们在任何一个教派里都会发现 只高者与人 谢谢大家